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达在第二季度报告了135.1亿美元的营收 这一数字远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 是去年同期67美元营收的两倍 那么由Yahoo Finance调查的分析师预测的第二季度的营收为112.2亿美元 高出预计约20% 其中第二季度2024年的财宝显示 其生成是AI芯片前所未有的需求 轻易地解决了它可能在销售台式和笔记本GPU所造成困难的瓶颈 那么比较目前处于一个PC萎缩的进程当中 数据中心的营收创历史记录达到了103.2亿美元 仅仅一个季度就增长了一倍之多 那么英伟达因此实现了61.88亿美元的利润 同比增长了843% 那么尽管游戏业务比较疫情时期减少了超过10亿美元 但其营收实际上同比增长了22% 达到了24.8亿美元 英伟达报告的GAP净利润为61.8亿美元 相较于去年同期6.56亿美元有着近9倍的增长 英伟达的净收入从第一季度的20.4亿美元飙升 本季度每股稀释收益为2.48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54% 那么由雅虎Finance调查分析师预计每股稀释收益为2.09美元 近期有多家云服务的提供商宣布计划在其数据中心采用英伟达H100的AI硬件 那么企业IT系统和软件提供商也宣布了合作关系 已将英伟达的AI带入了各个行业 对于英伟达的起家游戏显卡业务情况如何呢 尽管游戏业务相比于疫情高峰时期减少了超过10亿美元 但其营收实际上同比增长了22% 达到了24.8亿美元 英伟达表示该公司认为游戏业务正在回到增长轨道当中 那么未来将为玩家提供不具体说明的升级机会 那么该公司还会表示 现有的客户中已经有20%使用的是RTX3060或者更高配置的显卡了 但是这个曾经的主要业务板块现在已经被其数据中心的业务所超越 那么英伟达的数据中心产生了103.2亿美元的营收 比上一季度增长了141% 比前一年增长了171% 目前英伟达的战略方向已经发生了些许的改变 在老对手AMD等等还在现有需求的领域和数据中心的争夺市场份额当中 那么英伟达已经变为芯片投资和开发专注于能够支持AI系统的产品 不过AMD在上半年也表示 其研发的MI300AI的芯片可能会在第四季度到来 预计将会在2024年初投入使用 这代AI芯片也直接对标了H100芯片的发布会 那么我们也期待两强争霸的局面再度到来 说回到英伟达 下一代的AI芯片GH200将在2024年中推出 价格稍微公布 但是以第一代H100的芯片价格4万美金一块来说 这价格肯定不会很低 那么再加上现在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 未来的出货量可能也满足不了预期 所以这块还是稀有资源 英伟达还将是大众眼中的香饽饽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转发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